上周一位在加州求学的良性华语学生失踪多日 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许多华文媒体舆论坛都在关心着这位华语学生的下落 但就在昨日一则悲剧传出 失踪多日的他遗体在一辆翻倒的特斯拉车内被找到 这位名叫Christopher良的华语男生 今年21岁 是旧金山大学大四的学生 据报道 几天前他突然负气离家出走 于2月28号 在机动中租了一辆车牌号码为 8RNC906白色特斯拉Model 3 从湾区开车前往南加州尔湾旅行 他哥哥Jerry良表示 Christopher自从离家到3月5号的近一周时间里 没有任何的消息 万般无奈之下 他在Instagram上发文向网友寻求帮助 希望有人能够提供线索寻人 据了解 2月28号凌晨1点40左右 Chris发短信给哥哥 告诉了哥哥自己的这一疯狂离家计划 下午17时左右 Chris曾和哥哥联系说 自己已自驾到达加州中部的费尔宝 特斯拉应用程序也显示他的最后一个位置也是在这里 因为那里有一个超级充电桩 Chris的哥哥Jerry在Instagram上说 弟弟虽然已经拿到驾照一年 但至今都没有独自开过车 这次的租车自驾旅行是他一个人开长达500英里的路程 非常令人担心 在那之后他就像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没有跟任何亲戚朋友联系过 没去上课 也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过消息 在尔湾等待他到来的朋友表示一直没有等到他 那辆白色特斯拉Model 3也没有退还给租车公司 据他的哥哥Jerry称 Chris还有一些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 他说这次旅行非常疯狂 Chris去年3月拿到了驾照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开车了 他从来没有从加州一路开到南加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订过酒店 只是租了一辆特斯拉 非常的奇怪 为此家人们万分着急 除了在Instagram上发布寻人启示之外 在电视上也发布了相同的信息 并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寻人网站 寻找他的弟弟 对于提供找到线索的人 梁的家人愿意提供1万美元的奖金 另外 Jerry还组织了搜救队 沿Chris本该经过的5号公路南下 搜寻这辆白色特斯拉的踪迹 但很可惜的是 一切努力都为时一万 因为悲剧已经发生 加州弗雷斯诺县警长向媒体表示 失踪多日的USF大学生 Chris良 被发现在他租来自驾的特斯拉车内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Chris良于上周一失踪 他原定于上周三将租来的车 归还给租车公司 当地时间3月5号 加州公路巡警受到报案 称在洛斯巴尼奥斯以西的帕诺石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汽车的残骸在路边 警方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辆白色特斯拉彻底翻倒在公路一侧已经干涸的河床上 车内有一名亚裔死者 经确认为失踪多日的Chris良 警方发布的新闻稿中写道 良以未知的速度向西行驶 车辆因未知原因冲出道路 并跌下悬崖翻入河床中 目前尚不清楚事故是何时发生 也不清楚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Jerry良表示 他曾经努力避免自己去想可能会发生什么 或者也许他应该早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人信息 如果弟弟在黄山野营里失去行动能力怎么办 他说Chris曾向一个朋友抱怨过 这让特斯拉故障了大约20分钟 期间无法通过APP定位 特斯拉自问世以来 其实一直都经历着驾驶安全的考验 根据数据统计 自2013年以来 全球范围内特斯拉至少发生了218起事故 已造成14人死亡和82人受伤 其中失控是特斯拉事故主要原因 其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因此遭遇了质疑 除了失控之外 单纯的起火事故也屡次发生 不过万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Chris的死因还在调查之中 希望警方能够尽快还原给我们一个真相 同时我们也为死者祈祷 望他能够安息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